胖卡面前来杯咖啡 这辆相信号2024大选期间 跟着柯阵营爬爬走 车辆所有权被发现 属于木可公关不打紧 重点是柯办要用 还得付出一大笔 党营相关企业 你竟然还借给柯文哲 还收他200万 我就觉得说 哇 这是要剥成皮吧 四叉猫又翻出政治现金申报 发现二手车网站 大约20万以内就能买到的胖卡 柯办却跟木可用120万和80万 租了两台车 选完之后 木可还把车子再拿去卖掉 小草的钱很难赚好不好 小草亭阿伯一片真心 只是怎么刚好都用现金 有学者整理2024蓝绿白 三位候选人政治现金来源比例 发现捐款给柯文哲的个人 有高达93.7%都是用现金 耐性的则是99.6%用汇款 侯友宜的现金比例 也只有21.9% 柯阵营换算之下 三个月之内 获得两亿白花花的现金钞票 多数的人在台湾现在捐款 政治现金 多数是采用汇款 或者是线上捐款的方式 现金的捐款相对都是少数的 更何况是柯文哲的资责 多数是年轻人 那这是不是在规避一些什么 或者是隐匿一些什么 北市院领量军Z.9猫腻 指出柯文哲捐款 使用第三方金流平台 收受政治现金 平台提供监察院申报格式党 将大笔捐款资料汇入监院系统 即能完成登陆作业 科办何须修修改改 会以汇款的方式 回到你参选人的政治现金账户 所以这一笔应该是要被寄成汇款 而不是现金 所以我大胆地预测 这肯定又是柯文哲在申报上面 一个巨大的错误 现金为何比较多 民众党没回应 政治现金争议 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外界紧追小嫂真心 化为现金 最后到底去了哪里 靳新闻最后报道